功德加一 好了,我们预定的摩托车来了 TOKTOK 11点多,我们退房了 今天要离开邦劳岛 再去薄荷岛 然后坐船回宿屋 然后坐飞机离开宿屋去马尼拉 然后再坐飞机离开菲律宾去越南 第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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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确认一遍 这个是摩托车的意思 这安静现在有点神奇了 就从阿隆纳沙滩那边去Tabby Island的码头 大概19公里吧 500笔锁,价格还行 这小孩儿还在看动画片呢 这今天是周末 估计没人带孩子 也是不容易 过了这个桥啊 我们就回到薄荷岛了 非常方便 就是抓小鱼啊 他们也是网捕下网子 这还有人住在水上啊 跟那个马来西亚的水屋一样的 这个村子应该都在水上吧 马来西亚县那边 这个村子应该都在水上吧 马来西亚县那边 这个村子应该都在水上吧 马来西亚县本那边 这边有点一样的感觉 薄荷岛 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天黑了嘛 又搭了个车住酒店了 这中心城区什么的都没逛呢 它发展基本上都这个样 他们摩托车 对 订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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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OK OK stop here 啊 thank you 就给他给个520块钱 hey brother money ok thank you 这边都满了 两家公司都满了 现在想办法看怎么走 现在我们就坐这个小巴士 然后去另一个港口 再坐车去塑屋 哦 这个大家到这边来一定要提前买票 就是来的时候就把票买了 就是来的时候就把票买了 OK 那里应该有一个人要打败 一人就好 甚至没有 一人 我我不知道 他说一点200块钱 一人 一人 200块钱 一人 怎样可以取责 现在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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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名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and then it's ok thank you welcome thank you bye bye Chinese? 你好你好你好 得亏多天去潜水了呀 人家今天这天气 现在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其他车 因为那边车凑不齐人去码头 搞了个小车私家车送吧应该是 哎呀我跟鸟哥我们大车倒小车 还有一个本地人 现在这个大哥开着他的私家车 带我们去码头 价格呢又涨了 一千五 这两个人三千 不然的话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所以说跳岛的时候你们要回程的话 提前预定好 把行程定好了以后呢 提前买好船票吧 因为他这边有的时候旅游团一下子 就把这个船就可能基本上就包了 哈哈哈 汽油的价格是六十四块三 柴油的价格是五十八块零五 他们这边游价也不便宜呀 啊 啊 how far will we go to another port 啊 maybe hold most one hour one hour ok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另一个港口 这边港口 哎呦 麦当劳啊 先看一下集电容的船吧 我们先到了北边这个港口 Tobicon 这就是Tobicon港口这边啊 距离哈比拉兰那个港口差不多五十公里呢 这就是我们的船票 我的名字 他拿一个 这个是你的 这是我的 哦 330 330 330 哦 3.5 这是刚才买票给他给了一千嘛 说好的一千五一个人 过后再给他给上两千就好了 其实传票一个人三百五 那又不是什么商务座什么的 NOT INCLUDE THE GATE 3.0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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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aid include 3.000 yeah it's balance 2.00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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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跟他讲的就是全包的 你不过来个布包 多别个码头啊 这是一个货运码头 货船 我刚来的时候就看到这边有一个麦当劳 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那这排队 点个餐 点了两个套餐 552块钱 我们这硬币太多了 两个套餐 哎呦 这个怎么拎回去 那就好了 哎呦好远呐 走回来这个冰都快化了 这边的条件就不如游客码头那边好了 哎呦 我们在这边等船 来 鸟哥你的外卖到了 来来来 一般游客都不来这边 能来这边的都不是一般人 这是一条新路啊 这个没办法的办法 出于这个冤枉路 哎呦 这是 花冤枉前 走冤枉路 给他提个室啊 真的要提前把回去的票定了 你看嘛 那边游客码头 一天两个公司就四班船 够啥啊 那种旅行社就提前打好招呼 可能一下就来几十个人 OK 谢谢 哎呀 登船了 登船了 这同一个岛屿啊 这不同的海域你看 这海水的质量也天差地别的 就这艘船 都顶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 他延延不回 这还多啊 这刚好一传人 这刚好有一般传道 对吧 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都可以从苏武开过来的 知道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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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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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哈啰 就鸟哥那个箱子啊 还要放到外边 算是托运 还要交五十块钱 我们应该是这个仓位吧 我们是游客的位置 怎么还要往下走 哈啰 哈啰 49 39 39 39 OK 满满荡荡的做的 当真事啊 摸 哎呦 啊 坐盖怎么样吧 花了三千块钱吧 也算是坐上这个船了 哎呀 能回速度就好 不然的话两张机票坐飞 那更惨 知道吧 这是买个教训买个教训 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一定要把这个返程票也提前定了 看我们这是冤枉前 冤枉路 好了 起航了 起航了 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回到苏雾了 哇 这个是 一路冒黑烟啊 再见了 罗河岛 船舱里边啊 太吵了 还不如在外边呢 吹吹海风的 还蛮舒服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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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